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斌 在篮球世界里,有很多技术动作 经过不断的实战打磨,日渐精进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不少派别 就和扣篮一样,有飘逸的,也有暴力的 而我们追本溯源 找寻每一个技术动作的开山鼻祖 你会发现,有的轻出于篮 有的则逐渐失传 跨下运球,除了詹姆斯美观又实用 诺天王一招先吃遍天 最常用的技术居然发源于中国 乔丹的后仰可曾迷到你的青春 想要篮下稳,脚步及大成 今天,阿斌就带大家认识 这些球场技能的开创者 看看他们是如何引领赛场时尚的 在上世纪90年代初 交叉不过人这个招式还没流行开 用的人很少 而如今,此招能在场上百花齐放 有一个人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人就是哈达威 不是辩识哈达威,而是蒂姆哈达威 他在1989年NBA选秀中 于第14顺位被荆州勇士队选中 先后为勇士、热火、独心侠、金快、六马 五支球队效力过 职业生涯五次入选全明星 最佳阵容方面 一次入选一阵 三次入选二阵 一次入选三阵 对比他所获得的荣誉 其交叉不绝技更让人印象深刻 蒂姆哈达威身高仅有183公分 但是他能以变换莫测的胯下运球 过掉任何防守人 他在运用这一技能的时候 左右倾斜幅度不大 但动作流畅速度极快 配上节奏变化 让他的突破难以防守 魔术师约翰逊曾说过 当你面对哈达威的时候 听到篮球拍在地面上 发出的砰砰两声 他已经从你的身边过去了 在魔术师面前玩障眼法 确实有两把刷子 如果哈达威是开辟了康庄大道 那么诺维茨基则是取境通优 因为他独创的经济独立 很少有人能够当作常规武器 所以当詹姆斯、杜兰特等人 模仿成功之后 甚至能登上NBA当日石家球 老球迷或许还记得 在2011年NBA总决赛开始前 那时的詹姆斯还没模仿 诺维茨基咳嗽 他公开称 诺天王的经济独立 是不可阻挡的动作 之后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 老詹一语成衬 诺维茨基在总决赛 就是凭借着经济独立 一球一球把热火期待的总冠军 给投没了 在那年季后赛 诺维茨基带着这招 成名绝技闪耀联盟 纵览其职业生涯 诺维茨基以他精准的外线投篮 和标志性的经济独立著称 被球迷戏称为大后锋 因为论打法 他就是一个213公分的得分后卫 他的出手点非常高 而他的投篮弧度还很大 当他出手时 他会习惯性后仰并提膝来保持平衡 与此同时获得更多的出手空间 而另一条腿则作为站立腿 这能够为他提供更稳定的辅助支撑 当这些动作和细节 配上他稳定的投射能力 老司机眼中的篮筐简直宽阔如大海 尽管放心大胆地射就可以了 上述两项还是当代篮球产物 接下来我们就要考古了 跳投是最常见的得分手段 在如今已是司空见惯 但在篮球运动诞生之初 跳投并未登堂入室 而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现身 上迪说要有光 于是就有了光 上迪说想看跳投 于是跳投十足保罗阿里金 就将这记忆带到了场上 1928年4月9日 阿里金出生于费城 他来自于一个移民家庭 父亲是法国人 母亲是爱尔兰人 长大以后 他开始穿梭在城市各大球场 参加业余比赛 篮球技艺也就此突飞猛进 1950年NBA选秀 费城勇士动用地域优先拳 将阿里金收入账下 他也用自己出色的表现 回报球队 而他职业生涯最大的贡献 就是把跳投引入NBA 坊间流传一则故事 称阿里金发明跳投 只是个偶然 当时他曾在舞厅里打球 舞厅的地板非常湿滑 迫使他不得不跳起来投篮 久而久之 他的所有投篮都变成了跳投 在效力勇士时 他的跳投令队友耳目一新 大家纷纷将其称为新式武器 阿里金也表示 他跳投次数越多 投篮就越熟练 也就越精准 他的跳投动作流畅优雅 令球迷赏心悦目 也令对手胆寒畏惧 一名费城当地记者 曾充满失忆地描述 阿里金的跳投 就像脚下踩着冲浪板 如图著书一样 阿里金为跳投写好了首页 而他接下来将遍布所有的章节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 阿里金并非跳投首创之人 他只是让跳投的影响力变得更大 真正开创出跳投这门技术的人 来自中国 1924年出生的黄柏林 他在1947年至1949年 效力于大工队期间 就发明出跳投技术 他的跳投照片 更是登上过 国际知名体育杂志的封面 甚至有人像命名体操动作一样 将他的跳投称为黄柏林跳投 现如今 跳投已经是遍地开花 而后仰跳投则是难得的美如画 率先将这一项优雅的技术当作常规的 就是篮球之神乔丹 在乔丹的职业生涯中 他的得分有八成是通过后仰跳投的方式拿到的 也正是因为乔丹在球场上的展现 使得越来越多的后卫球员开始重视这项技能 但是能接近乔丹造诣的也只有可比 而即使是黑曼八 也依然和乔丹有着不小的差距 那么乔丹的后仰跳投为何那么难以模仿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硬性条件 乔丹的身体天赋极其出色 弹跳惊人 加上218公分的臂展 使得他在投篮的时候出手点很高 想要封盖他原本就已非常困难 更变态的是 他还有不可思议的身体控制能力 可以形成很大的后仰角度 所以想要干扰他的投篮就变得难上加难 所以乔丹之后再无乔丹 也是 NBA历史第一人岂是阿猫阿詹可以复制的 哪怕是第二人贾巴尔 恐怕也难出其右 他的天沟绝技实在太难 不过勾手这项技艺的创立者不是贾巴尔 而是乔治·麦肯 这位远古中锋根据自己的投篮特点 形成了这种固定的出手形式 成为内线常用的取分手段 再说外线 作为后卫突破的招式之一 欧洲部也在NBA大行其道 关于他的发明者 你绝对想象不到 那就是喜剧大师卓碧琳 在1931年电影《城市之光》中 他就率先使用了欧洲部 卓碧琳表示 你们这些都是哥当年玩剩下的 玩笑过后 言归正传 欧洲部这项技巧最大的亮点 就是上篮时的步伐 其左右摇晃动作幅度很大 让防守者很难判断行进方向 从而失去防守位置 在NBA 他最早的使用者 是前利晚桃球星 萨鲁纳斯 马修利奥尼斯 因此称为欧洲部 后游马努及诺比利 发扬光大 形成了自己的蛇形突破 并逐渐流行 成为标准的教学模板 而闪电侠维德 则是这项技艺的极大成者 他的速度更快 使得招式更加犀利 因此被冠名为 迷宗部标签 其实 鬼魅的身法不只是外线的专利 进去猛兽也有属于他们的细腻 奥拉珠旺的梦幻脚步 就让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有晃得防守者找不到北 不过他并不是这一内线 大杀器的发明者 梦幻脚步的开山祖师 是杰克·希克马 他7次入选全明星 且在1979年 率领西雅图超音速 获得过NBA总冠军 可以说 他就是西雅图 以及雷霆的队史最佳中锋 回首希克马打球的年代 每支球队的战术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内线肉搏展开 那么作为一个白人球员 他是如何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 脱颖而出的呢 答案就是梦幻脚步 它是希克马最先发明 并在赛场上使用的 这个华丽炫酷且使用的脚步 一度被称为希克马步 是场上一道特有的风景线 看完上述内容 有没有丰富你的知识库呢 除此之外 还有哈登的经典后车步 詹姆斯的天龙八步等等 有机会再展开细说 而你平时在场上 最常用的招式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